现年61岁女星龙千玉 及她54岁的弟弟江志锋 姐弟俩成功在台语歌坛打下一片天 而他们的父亲也是在地知名人物 人称基隆古爷 带有天命的他 时常和宫庙合作一起帮大众解决疑难杂症 传奇一生于12年前因病化下据点 近日江志锋谈到父亲 突然悲从中来表示 因为对父亲做的事 我整整五年难以释怀 与待满满的愧疚 消息一出也令大众感到相当震惊 根据区新闻报道 江志锋曾推出专辑我有罪 实际上从小性格旧时跟顽皮的他 也自认真的有难以偿还的罪 他表示儿时经常因为自己冲动又爱玩的个性 给家里添了一堆麻烦 不只曾因家里开公庙爱玩鞭炮 而把自己的头发都炸到不见了 高中时还变本加厉 自制大炮引爆 结果造成家中玻璃全震碎 随后邻居下的报警 他则偷偷躲在人群中跟着马 哪来的坏孩子乱放炮 以此逃避责任追究等问题 然而年少贪玩的江志锋 完全逃不过父亲的乏眼 父亲为了惩罚他 经常大动肝火对他动手 叛逆的江志锋也不是省油的灯 不但不服管教 还会拿起周遭的水果等朝着爸爸扔过去 以此作为反击 让他回想起来不禁感叹 过去真的做了好多坏事 某次父亲大怒 甚至打到江志锋半边手搅动弹不得 但事后又于心不忍 熬了一锅补汤请他吃 让他养好身体 也让江志锋深刻明白 爸爸其实充满父爱 之所以管教严厉 都是为了他好 江志锋也提到 从小到大 家中大小事物 几乎都是由爸爸以及姐姐龙千玉来决定 自己几乎没有什么选择权 然而人生第一次为家人做下重大决定时 却让他为此决定整整五年都难以释怀 当时爸爸病为 身为家中唯一难定 家人们最终决定将 是否要放弃急救的选择权交付给江志锋 眼看父亲饱受病魔所苦 过去一向注重外形 当下却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形 无奈之下忍痛牵下放弃急救同一书 虽然父亲就此从病痛中解脱了 但江志锋却从此陷入愧疚的情绪之中 甚至因为自己的歌曲不曾说爱你 是在爸爸离去前几小时完成的 因此每当喝了几杯 听到这首歌就会忍不住大哭 直到五年之后 和修习佛法的姐姐龙千玉聊天 谈到有个朋友走了 只留下老母亲感到非常可怜 但龙千玉却认为 作为一个母亲能看到孩子从出生到和这个世界道别 自己没有先走 也是种福气 也让江志锋逐渐释怀 明白自己能够用不同的角度来面对离别 心态转变后的江志锋 不再责怪自己 终于卸下了心中的愧疚感 如今谈起父亲时不再面带愁容 还会告诉大家当时的一些趣事 如爸爸重病时身体各项指数都非常低 医师鼓励姐弟俩可以说一些话刺激爸爸 以此换回爸爸的活力 于是姐姐龙千玉便高呼 爸保险箱密码还没跟我们讲 你还不能走 结果爸爸一听 真的指数立刻飙高 也顺利坐了起来 而即使爸爸走了 但这些与家人们的美好回忆 也将永远留在江志锋的心中 之后 他都应该说 我曾经过来 有点赞 义 我曾经过来 我曾经从来